这没有卖掉现在房产证我都拿不回来了 我就很焦虑 周围郑女士焦急地表示 她委托房产中介帮她卖房 未曾想 中介晒座主张 扣押了她的房产证 还说郑女士不合规矩 这是谁能忍得了啊 郑女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要出售的房屋是一间46平米的公寓 以前有买家太重 并和自己签订了存料房买卖合同 售价58万 买家给了郑女士一万的押金 表示签完合同的三个月内 会把剩下的钱全部减轻 而郑女士的房产证 就暂时交由中介保管 怎知 郑女士等待前款减轻的期间 买家突然放话 公寓她不买了 郑女士有些生气 觉得买方出了file 但转眼一想 是对方回约在先 属于买方材责 当初的一万定金 理所当然属于自己了 郑女士来到中介公司 要求中介将房产证还给自己 中介给的答复 既然是买卖双方交易还没有完成 合同一到继续履行 只有到交易结束 房产证才能从公司取出 这让郑女士气不打一出来 买方不是毁约了吗 那么合同就已经作废了 或且依照相关规定 买方原因导致房屋交易失败 定金就是归卖方左右 这点没什么好征的 因此中介扣押房产证的行为 绝对是不合法的 郑女士找来了记者 来为自己讨个公道 可当一行人找到了中介 记者发现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房屋交易过程中 买方突然毁约 放弃购买郑女士的公寓 郑女士依照合同内容 收下了买方的一万订金 并让中介要回自己的房产证 中介表示 房屋交易没有完成 购房合同还在继续生效 除非买卖双方达成共识 都自愿解除协议 否则房产证将一直扣押在中介公司 中介的解释 让郑女士有点闷 买方毁约 不就说明房屋交易中置 还有什么好协商的 心里虽然有很多疑问 但郑女士还是找来了买家 要买家和自己一起去中介公司 解除合同交易 总之买家竟然要求郑女士退坏一万押金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郑女士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并继续施压中介 无论如何都要退坏房产证 中介解释到买方信函 之所以放弃购买郑女士的公寓 实属无奈 本来双方签完合同 付完定金 已经到了审核购房条件这一步 但房管局经过审查 发现海大姐名下是有房产的 已经卸购了 不具有购买公寓的条件 海大姐也很郁闷 她家以前的老房子拆迁了 现在她名下的这套 是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的回签房 没有房产证 在购买公寓之前 海大姐问过中介公司 中介表示没有关系 此前有购买房人 名下也是回签房 无房产证 最终房管局审批 是不受卸购影响 可以继续买房 总之 今年购房审批变严格了 回签房也算入了卸购 直接驳回了海大姐的申请 导致她买不了公寓 海大姐觉得 她不买房 实属无奈 不应该将过错 算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因此一万元的定金 必须得退 买房合同被迫终止 谁对谁错真的说不清 先来大致梳理一下 公寓主人郑女士卖房 与买家海大姐签了购房合同 海大姐名下有一套回签房 无房产证 中介根据以往经验 表示不会影响购房资格 未曾想 今年房管局审查更加严格 海大姐因为这套回签房被卸购 不允许购买公寓 郑女士认为 房屋交易没有完成 都是买房的问题 不同意退还一万定金 而海大姐认为 自己没有买房 实属无奈 况且签合同钱问过中介了 确认没问题才签的字 所以这一万块钱损失 不应该自己来承担 中介这边 也一直扣着郑女士的房产证 因为郑女士和海大姐 还未达身共识 双方的购房协议 依旧有效 这类郑女士气愤外风 房产证 自己必须要拿回 这一万块钱定金 她也一定不会退 海大姐这边内心也很矫激 也不是地方的错 也不是厌室 她不卖 也不是我买 她不不买 但其实整天退一个环境 是性格 导致我不能买的 海大姐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 只要肯退她八千块钱 她就同意解除郑房合同 与郑女士达身和解 郑女士则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错 这种损失 也不能她来承担 我觉得在我这一方的话 按照合同 我没有任何过错 我没有任何过错 然后我还去妥协 我去给钱 或者是我不要房产证 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负责 中介公司的态度也很明确 双方达不成共识 那么合同就是解除不了 房产证也会一直扣在中介公司 不可能还给郑女士 除非郑女士去打乖死 法院让中介公司规划房产证 他们才会照做 如果你们双方没有协议解除的话 也没有任何法院判决 裁决的情况下 它合同始终是有效的 懂不懂 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双方有争议 如果大家都不协商 这个合同始终在这里 记者找到了专业的律师 律师解释 买卖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郑女士是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 而中介公司 也没有权利一直扣押保产证 日后 就算打乖死 郑女士这边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 三方还继续僵持在那里 后续 郑女士也会通过法律途径 来取回属于自己的权益 小秋觉得 作为中介一方 房屋相关的信息 肯定比老百姓要知道得多 房管局有任何变数 也应该第一时间去了解清楚 确认买卖可以正常进行 再组织买家卖家签合同 这才是少少之举